觀光局研擬修正旅行業管理規則 旅行業者如果沒有經過所有旅客的同意 在郵城當中 就不可以推銷商品 避免影響到旅遊品質 也減少消費正義 不論是參加國內外旅行團 很多民眾都有在遊覽車上 被推銷產品的經驗 聽到觀光局計畫修法禁止 民眾多半樂觀齊承 觀光局表示時尚接到旅客反應 在拉車過程中被推銷 甚至還讓攤商上車 因此言理修正旅行業管理規則 未經所有旅客同意不得兜售 另外觀光局也計畫修正發展觀光 條例部分內容 原起是旅行社經過這兩年多疫情 為求生存 希望能拓展營業項目 近期就會召開業者來討論 蒐集意見 其他的一些行業別就是來經營旅行相關的部分業務 會造成就是航空公司的國際機票 也可以由其他行業別來販售 那這個部分對整個旅行社的衝擊會比較大一點 討論調整旅行業的業務的經營範圍 對觀光局可能鬆綁旅行業可經營業務 同時也可能鬆綁允許其他業別來跨足部分旅行社業務 引發旅遊界不同意見 觀光局強調目前沒有預設修法方向 僅是蒐集意見的階段 希望朝營運觀光型態改變來調整促進觀光發展 記者宣傳林間台報導